香港文化博物館 大家好,我是香港文化博物館的Prudence 在今日的數碼年代,我們可以利用電腦排版 大家有沒有想過以前要出版一本中文書 需要師傅利用原字,逐粒逐粒地排印出來 工程是非常浩大的 我們香港文化博物館和香港版話工作室 聯合筹劃了一個名為 字女、陶間、香港印藝傳奇的展覽 就是希望跟大家介紹香港印藝有趣的故事 當中還包括香港字的故事 我身邊就是香港版話工作室的翁壽梅 翁,我們這批展品 是在荷蘭萊登國家民族博物館借回來的 究竟當初你們怎麼知道這批十九世紀香港字字母 是在荷蘭的呢? 我們今天所說的香港字 其實是我們所熟悉的名體字 它是第一套用金屬駐造的中文文字 在香港英華書院駐造 由於它是第一套完整的中文文字 它遠銷到世界港地 其中一位買家是荷蘭的一位韓學家 Professor Hothman 他在1858年的時候 就向英華書院採購這套字回荷蘭 再將它註成為字母 從此他們就可以在荷蘭駐造中文文字了 我知道你們找到這批字母之後 在2020年就開始了重駐香港字的工程 當中有沒有遇到甚麼困難呢 我想我們遇上的困難比我們想像中要多 最主要我們有三個困難 第一就是我們以為21世紀的科技 可以很容易處理到19世紀的駐字問題 其實是不行的 第二就是我們要籌募資金 因為駐造的資金其實比我們想像中要多 最後一個也是最大的困難 就是因為疫情關係 我們被迫要停了幾個月 由半年的時間縮短到只有兩個月 所以我們的駐字只能夠駐到73顆 這是我們最大的困難 在荷蘭駐造的香港字有一個特點 就是每一顆字旁邊都有一個編碼 因為荷蘭的牌子工人不懂中文 所以他們就根據中文的步手和筆畫 去編成一個碼 這樣工人他們就可以根據碼去檢字和牌子 找到這套字母的工臣就是荷蘭的Warno Sturr先生 這套字其實在70年代已經散逸了 在兩年前Warno開始重新尋訪這套字的下落 聯絡世界各地的朋友 包括香港版話工作室 從此我們就開始參與了尋找香港字這個歷程 《慕斯字曉》是一本為海外華工出版的英文時學手冊 是由澳洲的華僑孫晉晨用香港字出版的 這本書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第一它記錄了當時在澳洲華工的生活環境 第二就是記錄清朝末年廣東話的謊言 《香港字》是用金屬駐造的中文末字 是十九世紀最先進的印藝科技 它不但影響了知識的傳遞 也記錄了時代的發展 例如羅全德偏印的英華字典 它不但以香港字排印 同時亦是第一本兩文三語的字典 包括了廣東話和普通話拼音 以及字典亦都搜羅了十九世紀中葉 最先進的科技、文化、政治、哲學 最新的詞彙 亦都包括了民間的謊言語語 大家好 我是香港版話工作室的項目經理 我叫Laurenne 我身後這場中文活字也是這個展覽的重點展品 其實它是來自元朗新星任務局的師傅 很多朋友看到這場活字時都會很興奮 我怎樣找回我想要的字 其實中文的字架亦都有它自己的一個系統 在字架找字一般首先要分為常用字還是非常用字 常用字師傅會叫做出逐字 非常用字會叫做入逐字 一般常用字會比較集中地放在字架的某幾盤 方便師傅不需要走動太多 就可以找到它需要用的字 在常用字的區域一般都會再跟步手和筆劃分 所以如果你要在字架裡面找到你需要的字 首先要懂得塗字典 因為字典亦都是根據步手和筆劃去排列 非常用字同樣都是跟步手和筆劃分的 而它們佔的空間亦都可能會比較多 除了基本地分常用和非常用字之外 師傅亦都會就著自己的習慣或者客戶的需要 再集中地將一些極之常用的字 或者符合放在某一盤裡面 譬如它們很多時排卡片 單部這些會用到地址、電話 以前甚至會有傳呼機 這些常用的字眼都會很集中地放在某一盤 方便它們去找 旁邊這個字蓋亦都存放了一些圓片和刮打 我們現在在電腦開一個文字檔 如果我們想調校的行距或者字距 很方便地拍多兩下Enter 或者按一下Spacebar就可以調校了 但原來以前是要靠這些圓片和刮打 去填充中間的空間去調節行距 在展覽裡面我們都為觀眾展示了一些 活字和活版、排版會用到的一些工具 譬如身後這一格 就會看到一些最常用 我們在檢置和排印上用到的東西 譬如木這個和鐵這個叫做紙笛 我們初初聽到紙笛這個名字的時候 都覺得很好奇 為什麼這個工具有這麼有趣的名字呢 原來之後我們發現 這個名字是來自英文composition stick 發現原來師傅以前 會將一些西方的用語 轉為一個譯音 在香港那裡溝通 除了字距之外 亦都會看到一些其他的工具 譬如一些鎖板用的鎖 鎖匙 或者一些摺紙 或者混油膜用的油膜刀 這些常見的工具 大家都會在展覽那裡看到 另一組值得大家留意的字筆 就是隔離這一組 中文字粒的大小 在香港其實是一個很特別的城市 在印刷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用到中英文並排 即是同一句句子 或者同一片印刷品 裡面會有中文和英文 原來英文和中文的字體大小 上面用的系統是有點不同的 就好像中英文並排的時候 然後英文就會用我們比較常見的 Pon Size System 但中文就會有另一個系統 叫做多少號 一般來說 最小的就是六號 最大的就是一號 變成師傅要去排一塊 中英並存的板的時候 那條數就會變得很複雜 我們在現場展示了不同號數的字粒 大家也可以看回原來中文這個號數 其實大約是等於英文什麼Pon Size 也是一個很有趣的小知識 另外一件想為大家介紹的展品 就是這個中文的打字機 英文的打字機可能大家就見得多了 中文的而且還可以運作的 可能真的比較少見了 其實運作的原理和英文的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一粒粒字獨立的可以提起 然後再打落那個滾筒 但是中文因為跟英文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有成千上萬不同的中文字 中文打字機就只可以選部分 比較常用的一些字放在裡面 所以通常主要就應用在一些 辦公室、學校 這一類文書上會比較知道 哪些字會比較常用的呢 譬如我們都會發現日期的年、月、日、地址、電話 這些字詞比較好在文件上面出現 都會放在打字機的比較中心的地方 到時打字的時候就會比較方便 不需要走到最邊邊的位置去找那些字 另一件展品就是叫做紙形的 很多時候書都會有即載版的機會 譬如你出了第一版之後 銷量很好 可能作者會想再次出版的 以前的時候用紙粒去排輯這些書 基本上紙粒用完之後 是應該散回字架的 如果那些紙粒不散回字架 就會影響之後的印刷品 未必可以用到那些字形 以前有人發明了一個很聰明的方法 叫做紙形 它的原理就是用一些棉紙壓在一塊 已經砌好的紙粒板 它就會變成一個帽子 當它需要再版的時候 其實它就可以靠著這張紙形 去重新鑄過一塊板 就不會需要再重新收拾那些紙粒去排版 也不會阻礙其他印刷品 使用紙粒 紙形這個這麼聰明的方法 其實就等於我們現在在電腦上面 測試這個功能 我身邊這一部叫做海德寶風喉照鏡印刷機 其實它是德國六十年代的設計 和生產的產物 雖然它已經接近六十歲 但其實它都可以照正常運作 還有印到一些很漂亮的東西出來 如果你在展場看到大部分的活字的作品 其實都可以在這部機上印出來 其實它是特版印刷的其中一種 所以相比現在最常見的 俄式印刷或者數碼印刷 它相對上是會比較有質感的 譬如印在一些厚紙上面的時候 你會看到一些激粒的效果 很多中小型的印刷店都會有這部機 除了它可以用來做印刷之外 它都可以做到很多加工的效果 譬如有時候我們有一些特別的形狀 想做Dye Cut 甚至印一些譬如單補上面的流水號 其實這部機都可以做到 這部機為何叫做風頭照鏡機呢 因為它最主要的原理就是 靠吸風去吸起一張紙 然後再經由兩隻夾 它就會幫手把紙夾起 帶它去印藏的地方 印好之後再由那個夾 夾回機的另一邊放下 所以它英文叫做Wind Mute 在以前的年代來說 這個已經是半自動化 和快速的一個印刷方法 不需要手動去加字 工作室其實在不同師傅退休的時候 都承傳了它們流下來的一些活字 活版印刷機器 我在工作室裡面 就會用這些活字去創作 譬如身後你看到這些印刷品 或者例是風 其實都是用師傅 交下來給我們的一些活字粒 和機器去印出來的 以前師傅就會用一些傳統的印刷工具 去接單 譬如印一些單簿 或者卡片一些很實用性的東西 到現在這個時候 已經有更加多不同的科技 更加方便快捷的印刷方法 我們就會將這些傳統的印藝工具 或者技術 轉化為一種創作的媒介 以前師傅排版方面會偏向實用性 去到現在的時候 我們已經不需要再規限於實用性 或者追求時間的方面的時候 我們的創作空間就大了 所以你會見到後面的作品 會加插了很多一些設計 或者多一些不同畫面的元素在裡面 香港也有其他 都是用傳統的活版印刷方法 去做創作的工作室 譬如Ditu Litsu 他們是由兩姐妹 Nicole和Madonna 他們都是用上世紀的封喉照鏡印刷機 去創作這些作品 會見到其實同樣的傳統的機器 或者印刷方法 但到現在的時候 其實應用上的方式 其實可以有更加多的變化和創作空間 另外,自活應該是香港最早開始關注 中文活字保育的一個機構 他們兩位主要成員 陳麗娟和呂文山 比較多和設計界和文學界有一些 Cross Over 他們有用中文的活字去創作一些藏書票 他們有和本地一些私人和設計師 有一些Cross Over 去共同創作一些C卡 會見到其實中文活字可以和文學 甚至設計界會有一個很好的融合 可以拆出一些新的寶花 Digital Nesc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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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